大家好,今天是奇幻观察师,我是冲锋 说起唐朝,给你的印象一定是大唐盛世,争冠自治 当然,还有一个标签他永远也躲不掉 那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 在这场内乱中,涌现出了众多名将 比如世人皆知的郭子怡,李光碧等等 但还有一个人,他凭借不到七千人的军队 对抗敌军十三万大军 在左右无援,弹尽粮绝,困守孤城的绝境之下 坚守城池,十个月之久 总共击杀敌军十二万之中 其成就惊人,保佑了江淮以南千万百姓 更为大唐的反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其战斗的激烈程度,即使过去了一千多年 依旧令人唏嘘不已 这场战斗便是虽扬宝贵战 而守城之人便是张寻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穿越回唐朝 了解下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 唐朝这点事大家都懂的 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前起兢兢业业 创下了开源盛史 可能他觉得自己太拼太累了 治国李政一辈子了 难道就不能好好享受享受吗 于是就开始了懈怠朝政 宠爱杨贵妃过着纸醉精密的日子 也就有了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之事立之来 宠信奸臣 更是信了安禄山的鬼话 让他一个人兼任三个阶督使 手上的兵力高达15万 甚至有网友调侃 李隆基哪多好 就是死完了 公元755年12月16日 安禄山反了 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当时安禄山统帅的兵力高达15万 这些可是长期和突厥 契丹等开战 是实打实练出来的精兵汉甲 六神装的属于是 而中央军以禁军为主 多年的天下太平 让其思想懈怠 缺乏锻炼和实战 《资质通鉴》记载 鹿山成铁鱼步兵精锐 燕成千里 古造阵地 寥寥数字 就可以看出其装备之精良 军队气势之谨慎 接着 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夺取洛阳 登基称帝 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并改年号为圣武 幼才过了一个月 就制定了东西两条进军路线 西路目标是夺取都城长安 东路目标则是进军江淮地带 按理说 进军长安的难度 要远高于东进江淮地带 因为长安有同关臂长 一手难攻 可事事无常 唐玄宗听信小人 斩杀大将瞎指挥 导致同关陷落 长安无险可守 轻易地就落入了安禄山的手中 而反观东路进军江淮这一路兵马 却被区区几千人拖出脚步 寸步难行 而守城之人的名字 想必每一碗都会出现在十多万叛军的梦中 安史之乱发生之后 唐玄宗任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负责评判收复师弟 李亨于公元756年 农历7月13日在05登基为唐宿总 改元智德 随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攻战士 次年 安禄山被妻子安庆旭所杀 安庆旭称帝 年号宰出 安庆旭意识到唐军开始反攻 怕局势有变 于是就加快了东京的步伐 并大将尹子齐 率13万人马南下攻向江淮地带 江淮是一片富庶之地 也是李唐的钱袋子 源源不断的钱粮从这里送出 供养着大唐的军队开支 一旦占领此处 大唐势必会陷入乱举 而作为江淮的门户虽扬 是控制运河以及曹运的咽喉 古往今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尹子齐作为兵法大甲 自然也是懂得其中厉害 攻取虽扬势在必行 于是安史之乱中最为惨烈的虽扬保卫战 正式拉开了序幕 话说此时守卫虽扬的是谁呢 正是虽扬太守徐远 以及河南节度副使张寻 主角张寻原先只是一个小小的真元献献令 是一介文人 因为考取了近视的公民才入朝为官 虽不曾习武 却对战阵兵法很感兴趣 并且一直对此有所研究 颇有心得 性格属于那种讲义气 为朋友两肋插刀 喜欢结交一些有勇有谋的忠意之士 不喜欢阿谕奉承 也正是因为不愿意向权贵折腰 所以没能在金为官 只能当一个小献令 但只要是块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发亮 张寻的小献令当得是有模有样 很受民众爱戴 安史之乱爆发后 他不愿投降叛军 还想着打回去 但他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手伤为兵 于是他干脆就地起兵讨伐逆贼 没想到镇并一呼 千余人愿意跟随 张寻也是个狠人 就带着这千余人对抗叛军 对敌中 张寻十分照顾手下的士兵 已经到了我可以受伤 但你绝不能死的地步 真的士兵们也是热泪盈狂的 后来张寻到了雍求 他带的士兵 加上这里的 一共也有不到三千人 却被投底的令狐朝 甩四万大军围困成中 在雍求被围的情况下 张寻出色的领导才能 才不自觉地发挥而出 他先后领导了多次 以少敌多的战斗 身先士卒 并且都获得了胜利 跟随的士兵们也都越战越勇 张寻不拘泥于古板的兵法教条 善于随机应变 经常在夜间开展洗扰战术 当弓箭不足时 又实施了草人戒剑 轻易获得了数十万敌剑 张寻在雍求坚守数月 经历了大小数百战 坚敌上万人 勇猛无比 可惜邻居不争气 周边的寄阴和尹川轮番陷落 他明白 再顾守雍求已经没有意义了 于是就退守宁灵 在宁灵 张寻和虽阳来的唐军一起 再次以少及多 斩杀了上万叛军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被封为河南节度赴使 但是宁灵 毕竟也只是个小臣 根本就无法抵抗强体的东径步伐 张寻一看形势不妙 又主动和虽阳太守 虚远合并一处 准备坚守虽阳 公元757年正月 张寻刚来的虽阳 又被围了 而这次的敌人 便是尹子熙所率的13万大军 反观张寻 尽管和虽阳太守 徐远合并一处 也才7000人不到 以7000对13万 这不就是了毛坊里面打灯笼 找死 可此时也已经别无他法 大唐虽幅员辽阔 但张寻已经退无可退了 因为他们身后 就是大唐的钱袋子 一旦让叛军杀戮 大唐的局势将更加威胁 所以张寻和太守徐远一合计 宁死不退 唯一的想法就是一个字 死守 再看叛军大将尹子齐这边 以13万对7钱 优势在我 吃掉虽痒 那肯定是手到轻来呀 在占据巨大优势的情况下 尹子齐想速战速决 所以令士兵们接连不断的冲锋 妄图一波就推掉敌方水晶 可张寻是喝雪人也 他深暗守城之道 没有采取保守的酷尘自首策略 而是不拘于惩罚 主动寻求战机 尹子齐的工程部队 以步兵为主 他想依靠数量上的优势 强行登上枪头 而张寻 利用多兵种的优势 巧妙布局 完美配合 化解了一波又一波的 强大攻势 首先是利用弓箭手 守城以防 一具高高的城墙掩护 危险相对比较小 而且可以居高临下 敌人则是散布于城墙之下 无险磕首 所以弓箭手 对付弓城的步兵 方为上策 张寻命人 事先准备了大量弓箭 搬于城墙之上 严阵以待 待叛军通过T字 爬到中间位置之时 张寻一声令下 陈上箭矢 密密麻麻射向叛军 其次 张寻并不是一味地在尘突射箭 在击退敌人攻势后 大开城门 利用骑兵 主动冲杀撤退的步兵 这时战局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就这样 几波攻击下来 张寻基本都是灵患武 虽然唐军数量少 但在张寻的指挥下 越战越勇 士气不减 虽然太守徐远也算看出了 张寻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之勇 干脆让他当老大 自己则心甘情愿做后勤保障工作 张寻和徐远 各自在自己擅长的位置 完美配合 确实让军队发挥出了超强的战斗力 实现了一加一 大于二的效果 反观叛军这边 尹子几前几日还在信誓旦旦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现在呢 梅攻下隧阳就算了 自己还损失惨重 他虽坐拥十几万大军 却心高气傲 急于求成 失败后不是反思错误 而是命士兵继续攻城 经过统计 这一波攻城 两军连续厮杀了16个昼夜 最终唐军获得胜利 不仅击毙敌军2万余人 还活住了敌军将领60余人 此战之后 叛军见东信不得选择了退兵 此时 距离安伦山叛变 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整个战局还是对唐军不利 河北全部沦陷 在河东 李光碧依旧苦守太原 而唐军几番想收复长安 都被叛军所击退 朝廷仅慎长江 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者 虽扬位于大运河汴河段中部 是江淮流域的重镇 如果失守运河阻塞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仅是江淮地区会生灵涂炭 唐军也会失去主要的钱粮支持 唐军在经历了最初的连续惨败 缓过神来后 开始让四大藩阵的精兵内调 大批原本不在内地的精锐边军开始挥房 只有守住虽养这个钱袋子 才能让大唐重新焕发升级 尹紫棋退兵之后 经过短暂休整 于三月再次派大军违向了遂养 这次他没有选择强攻 而是换了一个打法 劝降了守军的一个将领 准备来个礼应外合 归降之人是徐原首相的部将李涛 他伙同大将田秀荣 准备在战场上临时倒戈 还以绿帽子为信号 也就是他们带的人在冲锋时会戴上绿帽子 好让叛军知晓这是自己人 当战斗打响 叛军先是洋装撤退 张寻顾忌重施 开城门开始冲锋 叛军见唐军之中 果然有一大群戴着绿帽子的绿帽军 且都是骑着战马冲锋在最前面的骑兵 叛军心中暗喜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精兵强将都将成为他们的士兵 所以一路让开通道 开开心心的迎接 可没有想到 这群戴着绿帽子的骑兵 在冲到了叛军内部之后 突然举起武器 肆意屠杀 丝毫没有防卫的叛军 后排被开 损失惨重 原来 有关绿帽军投体的事 张寻早就收到了消息 他思考再三 决定来一招将计就计 先将想投降的绿帽军拿下 然后全部换上能打的精兵汉将 配上战马 毕竟以骑兵的速度和杀伤力 冲杀进敌人老巢 毫无准备的步兵又岂能招架 所以才出现了战场上的这一幕 当叛军反应过来之时 已经是遍地哀嚎 大唐骑兵从敌营内 向隋扬城方向进攻 同时 张寻又派遣步兵 正面接应骑兵 里应外合越战越勇 引紫棋 见继色失败 唐军又越战越勇 趁着夜色再次退兵了 由于是夜间撤退且比较匆忙 很多物资和牛羊都没来得及带走 地下可是便宜了唐军 一波匪 张寻甚至还想趁胜追击 出兵攻打陈柳 引紫棋听闻这个消息 恼羞成怒 我十几万大军 不仅没灭掉你小小的张寻 你居然还想着反攻 这颜面何存呢 于是 他再次率大军 又又又把隋羊围起来了 这次他就体了心 要把这颗钉子给拔掉 可张寻压根就不怕 为了鼓舞士气 他杀牛宰羊 带将士们吃饱喝足后 亲自雷骨诸威 然后直军旗 冲入叛军阵营 面对来势汹汹 勇猛无敌的唐军 叛军再次被击败 经过多次冲锋 唐军斩杀三十多名敌将 消灭士兵 更有三千多人 虽羊虽然被围 但在张寻的指挥下 军心不乱 斗志不解 到了五月份 城外的麦子快成熟了 叛军开始说个麦子 有资料记载 是为了补充军粮 也有说 是为了不让唐军得到 张寻见状 心生一计 天黑的时候 张寻及其士兵 雷鼓做出要出战的样子 叛军听见鼓声 马上就停止了收买 并列军阵准备迎战 可却久久不见唐军的影子 要说这样的狼来了 搞个一次两次也就罢了 可之后的每天晚上 夜夜如此 先是雷鼓一番 又不出战 搞得叛军是不等安宁 都快神经了 经过多轮的戏弄后 叛军也是习以为常 即使听见雷鼓 也不为所动 彻底放松了警惕 而张寻等的就是此刻 这一天 他在一通雷鼓之后 同大将南济云 雷万春等十余将领 各率武师铁骑 从城门杀出 五百余铁骑 直冲银子气大营 斩将八旗 此时叛军大多还在睡觉 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 军中大乱 其兵犹如无人之境 击杀超过了五千名敌军 等敌军反应过来时 张寻以精率众人回到城中 叛军大将 便率一千余骑兵 于城下大喊 张寻老儿 快开城投降 有本事搞突袭 有本事你开门呢 张寻在城上 一边与敌军答话 一边暗中命勇士启示人 手持钩 末刀 强弩 从城上掉下 潜入无水的护城豪种 趁城外叛军 依仗人多势众 并不戒备之时 奋力杀出 杀击术不响 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在张寻的指挥下 屡次打胜仗 但是被包围 又缺少粮草的情况下 局势还是不妙 张寻也明白 城中粮草有限 不宜久战 他便想 擒贼 先擒王 干掉叛军将领 盈子齐 迫使对方退兵 但做起来难度非常大 因为唐军中 没人认得盈子齐 而且盈子齐 每次都战 身边都有几个 与其穿着一模一样的人 难以辨认 张寻思来想去 又生一计 投石问路 在战场上 先用薅草做成的剑 来射向敌军 士兵剑状 都用薅草当剑了 碧桂以为 城中已经弹尽粮绕 然后拿着薅草 向掌官报告 此时便能看出 谁是盈子齐 计划一切顺利 当盈子齐 正在仔细端详 薅草的时候 张寻 免南继云一剑射出 南继云果然剑法了得 一届命中 盈子齐当场 就下了佐野 主将重伤 叛军陷入混乱 张寻趁机率兵出城追击 可惜最终 还是让盈子齐逃了 盈子齐 未报旅败和损目之仇 多次向安庆逊要兵 攻打遂养 我们从地图上看 当时唐朝主力 是集中在西部与北部 叛军原以为 东进江淮会很顺利 然后顺势解断 唐朝中央的粮食供给 结果却在隋阳被拖住 使得盈子齐所在主力部队 被张寻所牵制 如此方使唐朝能够反攻 使郭子怡能够从容地 收复两斤之地 7月 盈子齐征兵数百 又又又又围住了隋阳城 而这时的隋阳城 最艰难的时候到了 倒不是张寻怕打不过 而是城内粮草紧缺 此时全城守城将士 每天只能分到一勺米 不知道他用的勺有多么大 我们以100克米举例 煮成米饭有这么多 它的热量在260千卡左右 约等于半袋方便面 而成年男性通常一天 所需热量在两千千卡左右 可想而知 当时的他们有多难 实际上年初的时候 隋阳城的粮食是够的 有6万户之多 新唐书记载 循十手隋阳中6万 意思是 当年苏阳城 军民一共6万 粮食可以支撑 苏阳城军民一年之用 可蒲阳既应两郡 开口要粮 给点吃的吧 再没饭吃 我们只能投降了 太守学远虽不情愿 还是分了一半粮食给他们 结果 他们要到粮食后 转投就投底了 本来能吃一年的粮食 现在只能够吃半年 到了7月 城中粮草将近 再加上 虽然一直被围 周边又无人来救 米吃光了 士兵们只能啃树皮和茶指 甚至把铠甲都煮了吃了 而此时的唐军 能战斗的 也只剩下1600多人 尹子齐对张荀 那时恨之入骨 为了尽快攻许城池 他这次又有了新花样 准备了攻城器械 建造了大型云梯 上面部署了200精兵 云梯在前 后面再配合大量布饼 只要云梯上的精兵 成功入城 那么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张荀也得知了云梯的存在 他事先在城墙上掏了三个洞 当云梯快临近的时候 先从一个洞中 伸出一根 头上带有铁钩的木头 锁死云梯 不让其逃脱 再从另一个洞中 伸出木头 抵住云梯 不让其前进 就在云梯 进退不得的时候 第三个洞中 则探出一个铁笼 隆中装着火 直接从中间烧断云梯 梯上的士兵 不是被烧死 就是摔死 眼见一记不成 迎子齐又造出了一种勾车 用勾车的勾字 破坏城上的敌楼 但这也难不倒张荀 他命人准备了一根大木头 木头的末端 安置了连锁 并在锁末安装一个大铁环 随后用铁环 套住勾车的勾头 将勾车拔入城内 折断勾车勾头 将勾车破坏 眼看勾车又不行 迎子齐又命人造了木马车工程 这样 士兵可以在木马车的掩护之下 不惧怕唐军的弓箭 不过这个木马车有个致命缺陷 它是木头所致 张荀利用融化的高温铁水 灌入木马 将其成功烧毁 虽然机械工程的计划 被张荀一一瓦解 但迎子齐并不气馁 他另有良策 让士兵们利用沙土和木材来垒台阶 这样垒出一定高度 士兵自然就可以登上城楼 张荀健壮也不禁感叹 世上竟有如此聪慧之人 破解之法也很简单 每天将松明干草等易燃物丢在台阶上 一连十多天之后 最后选一个风向有力的日子 突然出城与叛军作战 并派人偷偷点燃台阶上的易燃物 熊熊大火冲天燃起 一直烧了二十多天才熄灭 你以为迎子齐潜旅技穷了吗 当然没有 他思索多日 终于还是想出了一条妙计 我就把你围住 活活饿死你 他命士兵在城外挖了三道深深的壕沟 并围城设置木栅栏 想阻止士兵突袭 准备长期围困守军 隋扬城的唐军确实被困死了 已经陷入绝境 能战斗只剩六百多人 而且别说粮食了 连树皮 茶纸都被吃光了 战马也被杀得差不多 后来连老鼠和鸟都捕不到了 此时的隋扬犹如一座地狱 如果没有援军和粮食补充 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无解的局势 张巡只能冒险出城求援 命大将南继云甩三十名骑兵突围 南继云当真勇猛 在止损失两人的情况下 冲出了重重包围 到达林淮 见到了河南节度使 贺兰靖明 希望他赶快发兵救援随扬 如果随扬丢了 下一战就是林淮了 可贺兰靖明 嫉妒张巡许远的名声威望 和功劳业绩超过自己 拒绝出兵援救 不过他很欣赏南继云的英勇 准备了酒肉来招待南继云 南继云寒心地说道 我突围出来时 虽然城中的将士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 我就算想吃 也难以下夜 说罢 抽出随身配刀 斩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并说 我既然辜负了张将军的重托 就留下一根手指 以事务来过 南继云无奈离开林淮 快要出城时 万念俱灰的他 抽出一支剑 射向佛斯的高塔 说道 无归破贼 必灭克兰 此时所以置也 可惜这句誓言 他终究未能实现 南继云多方求援无果后 准备杀回随阳 在经过林林城时 终于借到三千士兵 他率领三千人 趁着夜色杀戮随阳 但进攻到随阳城下之时 三千人的部队 也只剩下一千多人 除了带来一千多人 南继云还拼死 抢到了数百头牛 估计很多士兵的牺牲 也就是为了这群牛 此时 随阳城内的将士 知道没有援军之后 就有人提议 干脆弃沁城 再守下去 定然是一死 而张巡却认为 随阳是江淮的门户 如果丢失 大唐将陷入险境 只要多坚守一日 那么唐军就多一份希望 离胜利也就更近一步 最终守城将士一致决定 死守 时间来到十月 城中已断粮多日 能吃的都吃了 就连之前不舍得杀的战马 也都吃光了 面对这样的绝境 史书记载 张群还献出了自己的爱妾 徐远也献出了自己的奴仆 史书上甚至有 凡食三万的记载 总之这座随阳城 已经成了一座死城 很多士兵都是被饿死的 活下来的几百人 也大多是病痒痒的 十月初九 迎子齐率军攻城 将士们皆因伤病 无法作战 张群向西叩拜 并说道 陈立节矣 不能全城 生既无以报陛下 死当为厉鬼以杀贼 随阳城终于破了 城内生还者 仅四百有余 张群 南纪云 以及其余三十多名大将被俘 迎子齐找到张群后 愤怒地问道 听说你每次督战 都针裂眼角 甚至把牙齿都咬碎了 这是为何呀 张群回答道 我恨不得 生吞了你们这些逆贼 可无奈力不从心 迎子齐大怒 当她撬开张群的嘴巴时 真的看见 嘴里仅有牙齿三四颗 于是便有了 苏氏在《东坡提拔偶书》中所说的 张随阳身犹骂贼 脚齿穿淫 虽然迎子齐十分痛恨张群 但作为统兵十万的大将 她也是个稀才之人 不想杀张群 但她的部下却说 像张群这样的人 都是忠义首席之士 终究不会为我们所用 再说 她深得人心 如果不杀掉她 必有后患 于是迎子齐 以刀胁迫张群投降 张群誓死不从 迎子齐又想 威逼南纪云投降 南纪云没有回话 张群见状便大喊 南巴 大丈夫一死罢了 不能屈从不义之人 南纪云笑着回答 我原想有所作为 您说这话 我敢不死吗 最终张群连同背负的 三十多名大将 无一人投降 张群与南纪云 徐远等三十六人 全部被处死 著名的虽阳保卫战 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就在虽阳破城 远一个月前 爆发了被称为 改变大唐命运的 湘西寺之战 此战 唐军大获全胜 兼叛军六万余人 成功收复长安 在虽阳陷落十日之后 又收复了洛阳 叛军再也无力难下 唐朝天下得以保全 唐军从准备反攻 到收复连京之地期间 可以源源不断 得到江淮前阳阶级 这全仰仗于 虽阳坚守了 这十个月之久 在整个虽阳保卫战中 看上去是张群 以仅仅不到七千人的将士 将手握十三万大军的 寅子齐拖了整整十个月之久 但实际上 可远远不止十三万 安庆旭曾多次增兵虽养 总投入已接近二十万 将叛军主力牵制于此 唐朝采用了难得的喘息气会 为各路援军的反攻和调度 赢得了时间 且江淮作为大唐赋税重底 时刻得在书写给大唐各路援军 钱粮补充源源不断 十个月的时间 足以让朝不保夕的大唐 稳住举世 吹起反攻的号角 在隋扬被叛军攻下 仅仅三日之后 新任命的河南节度使张稿 就率军赶到 大败叛军 重新夺回隋扬 各路叛军相继被唐军击败 大唐就此 全面拉开了反攻的序幕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 隋扬的战役 是平定安时之乱的 关键转折点 如果再加上之前的雍丘之战 零零之战 张勋一共率军 战斗四百多场 击杀敌军十二万之中 张勋也被誉为 中国古代最出色的 首臣名将之一 事后被追封扬州大都督 其画像也收录临阎阁 唐代文学家韩玉 曾评价此战时 首亦臣 汉天下 以千百旧境之族 占百万日资之师 必遮江淮 举恶其事 天下之不亡 其谁之功也 虽扬保卫战 看似是张勋 携徐远 南纪云等将领 在守住一座孤城 实则 他们守住的是 大唐天下 他们让大唐上下 看到了虽扬守军的 忠贞气节 大掌唐军士气 也让原本 已经逐渐衰落的叛军 颓势更加明显 如果没有周边 几个节度使得 见死不救 不发兵又不发粮 此战 就不光是一场经典的 以少甚多的战役 也必将会成为 中国古代史上的 经典协同作战 这终究是一场遗憾